嗨 哈喽 我本来不是说开电台吗 因为我已经把美桶摘了 然后我的妆已经花了 我就说我开个电台吧 后来想想 既然还没卸 干脆还是开直播吧 虽然我现在丑丑的 但戴着个眼镜好像也还行 我就干脆开直播 主要是因为我 今天奔波了一天 头发发型都完全乱了 妆也脱了 眼睛又难受 戴着美桶 今天没拍深险啊 谢谢超人不会飞的荧光棒 今天没拍深险 今天去剧场了 嗯 对 所以就是觉得自己头发塌了 装脱了 然后眼镜 戴着隐形眼镜又难受 我就说我干脆 别开直播了 我就开个电台吧 把妆卸了 后来想想 装的化的化了 戴个眼镜也大差不差 对 头发已经非常的塌了 但是 想想就算了吧 反正等会也得洗 我感觉我现在戴上这个眼镜 你们看我眼镜立马变小了 你们看我这样一戴上眼镜 还比较大 一戴上 瞬间就变小 你们看 天哪 好小 因为是近视镜 这样还是挺大的 对 突然变成鲜鱼了 谢谢蜜桃加新香菜的奶茶 但今天 说实话真的挺累的 虽然也没干啥吧 但就是感觉很累 因为我想想我 我昨天晚上 是我这么久以来 睡得最晚的一次 大概是六点半睡的 凌晨六点半 不知道为什么 就前段时间睡得都挺好的 然后昨天晚上突然失眠了 然后今天是九点半起的床 大概睡了三个小时 到现在 对 早上 不是凌晨六点半 早上六点半 对 这是我新买的眼镜 巨大的巨大的框 因为那个人说 这么大的框 就能显得我的脸小 然后我就 立马就买了 我觉得 嗯 就这个眼镜 而且你们看 这个边框是粉色的 能看得出来吗 就是我以前都是那种黑框 然后 或者是那种小圆框 然后这个是个粉色的 嗯 透明框 对吧 还是挺好看的 嗯 你还行吧 对 就是 呃 当时我跟叉子一起去买的嘛 他就说 你买的 当时有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小框 一个大框 然后最后 他说你带 带大框吧 然后说 嗯 我觉得你说的对 这个眼镜老贵了 这是我买过最贵的眼镜 但是 呃 为什么买这眼镜呢 就是因为 我就想着一个眼镜要戴好久 而且我想着 我给我自己买个贵点的眼镜 我就会稍微爱惜 因为以前的各 各种眼镜就是被我 不是弄丢了 就是压扁了 然后我想一定是因为我的眼镜还不够贵 我不爱惜 所以我干脆买一个稍微贵点的眼镜 我就提醒我 这个眼镜贵 一定不能给他弄丢了 一定要好好地爱惜他 对 所以我就咬咬牙 我就买了一个 而且我还没跟你们说 就是那天 就是买我这个眼镜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特别搞笑的事情 不是思维术 我怎么可能买得起思维术的眼镜啊 就几百 但是已经是我买过最贵的眼镜 对 是直播 那天我出去我买眼镜的时候嘛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眼镜有点贵 因为当时他的报价是很贵的 然后我跟叉子就跟那个老板 眼镜店的老板讲价嘛 然后 老板就可能看我们两个小女孩 然后就说给我们便宜了大概一百多 然后 还送了什么护理夜啥的 反正这些都是该送的嘛 就给我们便宜了多少 然后当时我们就说 眼镜 谢谢萌七七的奶茶 我们就问他眼镜什么时候能配好 他说 半小时吧 你先加个我们店里的微信 然后配好了 我给你发微信 到时候你上来取 我说好 然后我就加了他们店铺的微信 然后后来就 买了眼镜之后我回来 然后发现就是刚刚那个店长 他就通过我加的他们店铺的那个微信 拿到了我的微信 然后加到了我的微信 不是 他就单独加了我的微信 我当然心想 我寻思 哎 这个店长还挺负责的 他上来就跟我说 他说 哎 如果眼镜有什么不适应的 你要尽早跟我说 然后我们还能给你换 然后他说 我 我跟你换 我跟你换我们这是最好的镜片 什么什么的 你下次来我还送你隐形眼镜 我就想 哎 这老板人真好 我说 我说这么好 然后 我 他说 哎 这其实都不是我好的地方 我说 我说 我说那你哪好啊 你就是这么说 他说我好就好 再特别疼女朋友 然后 我现在就缺个女朋友 他就这样跟我 跟我跟我聊天 我当然心想 我就觉得不对劲 然后我就打哈哈 就打过去了 我 我当时我就立马跟张一星吐槽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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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个老板 有没有毛病 真的很有毛病 然后 叉子说 让我把他删了 我说 不行 过两天我再把他删了 因为如果我眼镜有问题的话 我还得找他 然后我数着日子 啊 用了四五天了 我觉得 嗯 不错了 我就把他删了 就这两天我才把他删的 对 就很搞笑 然后我就跟 张一星疯狂吐槽 因为那天我跟他出去 张一星他不是穿的跟一个梯子一样吗 然后我就是正常打扮 我穿个粉色T恤 然后戴一个粉色眼镜 头发还是粉色的 然后你知道我一个甜妹就出去 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说 以后我要像张一星那样打扮 每天出门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梯子 就很无语 我还 我还没跟你们说这件事 然后我跟张一星吐槽的时候就很搞笑 然后第二天 那个老板他还给我发消息 就是中午的时候他给我发消息 问我吃饭了没 然后下午两点问 嗯 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 意思就想约我出去 然后我直接没回答 我直接理的不理他 就装作没看到 谢谢PX张94的秋天奶茶 对就很无语 然后后来我看到这条 我又立马发给张一星 我说你看吧 这家店就这样损失了一个客户 这么贵的眼镜 我虽然讲了价 但是至少也没有托你带水的 还是买了 就损失了我一个这么大的客户 说不定我谁看到我眼镜好看 还问我在哪买 我还能向他们推荐 我说这个店长真的是 这家店真的不行 他迟早得出事 为什么呢 每一个去他们店里买眼镜的女孩 都这样被搭讪的话 他们店里真的 以后不会再有女顾客了 对损失了我一名 这个叫什么 优质 优质客户 谢谢蜜桃加薪香菜奶茶 就以后我反正是不会在春天家店里买眼镜 就很无语 眼睛飞扰我看那个 关键我那天出去我还素颜呢 我妆都没化 脸是一个一整个黑脸 就很无语 然后跟张雨昕就一直一直在那 骂这个也不是骂吧 就是在那吐槽 我说油不油腻啊 真的很无语 谢谢燃子眉眉的秋天奶茶 就是真的很无语 晚上好 晚上好 梯子是什么意思 你问 你问那个 你问直播间的大家 你让他们告诉你梯子是什么意思 笑话死了 主要是把 你要在上海买眼镜 多的是眼镜店能买 又不是只有他那一家店是不是 我觉得这老板真不会做生意 对 之前不是就说吗 说就是 真正的眼镜就 成本就一百 然后挂在外面卖好多好多好多 镜片 带镜框才48块 这也太便宜了吧 天哪 对 然后 当时张雨昕还跟我说 他说 他说什么 哎呀 对你这么好 这么搭讪 当时跟他讲价的时候 咋不给你便宜点呢 就给你便宜一百 咋不给你打个五折呢 说这些 这些有的没的 我这些是呀 我是 是呀 你 这么给我搭讪 你当时给你讲价的时候 咋不便宜点 搞西药呢 找阿里巴巴买镜框会划算很多 主要买镜框是 因为我不太敢在网上买镜框 因为 有时候镜框不适合自己的脸型 因为那天我跟那个 我跟张雨昕我们去了三家眼镜店试 就试了很多很多镜框 但是就是最后发现戴在我脸上好看的镜框 大概只有两三个 然后对比下才买的这一个 线下选好网上找同款 但是应该也找不到完全一样的吧 如果是牌子的话 可能网上也不会便宜到哪去 这个是那个什么 暴龙是吗 我第一次买牌子的 我以前买的都是 我以前都在薄岛眼镜 是薄岛眼镜配 配眼镜 也是老贵了 谢谢空调成太郎的笨迪 就是我小时候 我上学的时候近视吧 然后我妈和我外婆就带我去薄岛眼镜 配一副眼镜要一千多 好贵的 对 薄岛艳光还要五十 我怎么记得以前不收钱的 薄岛眼镜一堆盗版的是吗 眼镜值都是我也看到过这家店 对就很烦 暴龙不行摔了个胶 框歪了 上次查仔说 他说买了个暴龙的墨镜还是啥的 贼贵几千块 然后他说我们花几千块买个暴龙的眼镜 为什么不花几千块 去买个姑气的眼镜 虽然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买一个眼镜 根本不需要几千块钱 几千块钱的眼镜 在我这边看来是不需要的东西 应该不是舍得 应该就是在店里试了 然后又不好意思不买的那种 对于我来说 眼镜就是一个眼镜 它就只有一个功能 太阳眼镜就是为了挡太阳 近视镜就是为了让你看得清 我觉得不需要太多的 除非是它真的是好看到 你觉得我不买我会后悔 就是比如说这个眼镜 我觉得非常好看 我不买我过一个星期 我都要想的我这个眼镜 那你可以买 其余我觉得真没必要 我是非常理性消费 比较理性消费吧 谢谢乌东的笨地 谢谢 我也不是很理性消费 我粉丝就知道我 我花钱不是很理性 但是我是 就是我选 我基本上就是 在便宜的里面挑最好的 而不会在贵的里面挑 最便宜的 粉色的大镜框 健强光能变墨镜的镜片 那你会不会那种 会不会很傻呀 就是比如说你出去晒太阳吧 你不想戴墨镜 但是你 我就想戴个镜框 只是碰巧碰到了外面光线比较强 突然一下 我的镜框就变成墨镜 然后觉得 那我是不是得把我眼睛摘下来啊 大白天的戴墨镜 我觉得很高笑 可能是因为我 我从来不戴墨镜的一个人吧 真的很傻吗 因为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傻 谢谢MeRoom的荧观海 对 就你跟朋友在外面晒太阳 在马路上溜弯 走着走着突然变墨镜了 想了想那个画面觉得好搞笑 然后还有什么 我怎么突然讲到了这个话题 就是 其实前几天我就一直想吐槽 想跟你们吐槽 后来我想 我一说呢还是不说呢 我说呢还是不说呢 我想想 算了也没多大个事 然后我就没说 主要是今天正好聊到 眼睛这个问题 就干脆当个笑话 跟大家讲讲算了 每次戴那种墨镜 别人说像苍蝇 因为墨镜泛着绿光是吗 买个墨镜夹片 需要的时候夹 是不是啊 那不会更傻吗 别人还以为你在街上看3D电影呢 我不考虑近视手术 因为我的度数很低 你们知道吗 我 我度数 我试这只眼睛是250度 这只眼睛是350度 在我前年的时候 大概是这只眼睛250 这只眼睛三 不 这只眼睛大概有275 这只眼睛大概有400出头 然后慢慢的变成了250 350 然后我前两天 我前两天去配这副眼睛的时候 我现在这只眼睛已经变成了225了 就是从275变成225 这只眼睛直接从400线变到了350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度数一年带一年的往下降 而且你们知道吗 我小学的时候 我两只眼睛都 两只眼睛基本上都是300多度 我初中高中也是 反倒是我现在度数一年一年的往下降 我觉得再过个三年 可能我都不需要眼睛 刚才再过个三年 我眼睛可以全扔了 视力会恢复如初 对我小学就戴眼睛了 我不知道一直都在降 一直都在降度数 要60才会 直接变成远视眼了是吗 我不会真的已经提早衰老了吧 就像我的记忆 我真的觉得我最近得老年痴呆了 我真的 我是没有在开玩笑 我是真的在怀疑 我是不是得那个老年痴呆 那个症 那个叫什么阿兹海默 我在想我是不是真的得那个症 因为我记性越来越差了 而且你们知道我身上找老年班了 哎为什么 哎在哪呢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班 像我外公身上的一个班 喂又一颗 哎去哪了 在我手臂上 之前没有 然后最近这几年长出来的 然后我看别人身上都没有这样的班 我只在我外公身上见到过 这么一个班 我不知道 我不会是要死了吧 去哪了 我找不到了 就在我手臂上突然出现了一块班 遗传 怎么会遗传 我家里没有这样的人啊 外公都已经70多了 身体还非常健康 不是消了 可能是我最近手上疤太多了 就有点找不到 百度癌症 我真的手上全是疤哎 为什么 我疤很体质 我就是 我现在左手 左手臂上全是疤 衣服掉色 不是不是 已经很久了 从 几年前 几年前 突然冒出来的那个班 我没注意 然后最近 再看就觉得越看越奇怪 我不晓得 但是很小的一块班点 然后我觉得跟老年班长得一模一样 跟我外公身上的班一模一样 我 没有 我在北京的时候就长了那个班 就是我长大了之后 就这 近 近几年的时候才长出来的 我不知道 以前没有的 最近才有的 然后胳膊上还有各种滑伤 还有各种 拔 拔很体质真的很烦 你身上有很多红痣 以为是绝症 结果是遗传 我不知道 就老是在外面 磕磕绊绊的 我腿上也是啊 我腿上 去年在那个三亚被咬的包 现在都还没好 你敢相信吗 去年 我们 我 Kona 怀景 刘杰 瑞杰 我们几个人去三亚 不是去玩了 玩了一段时间 去年九月的时候 玩了一个星期 然后我们几个人的腿 在三亚的海 海里被虫子咬了 然后我的腿上 现在都还有那些虫子咬的吧 快一年了 吧 体质真的很烦 我晚上在行侠仗义 确实晚上 晚上在劫富济贫呢 什么盲虫是吗 我也不知道 他们说 三亚的海水里面 有那个盲虫 就是一个虫 一个芒果的盲 那个盲 虫子旁 就是当时我们去 去海里 采了水之后 回来 养了好久 好久 好久 就腿非常痒 就跟蚊子咬的一样 然后挠挠挠 最后腿上长了 很多个8 我之前还数过 我一条腿上 有19个8 我就一个一个的 在那数 真的很吓人 当时我的粉丝 然后在剧场 站区看着说 就说我的腿 都真的是看不下去 全是8 现在好一点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 高学艺 每天来我直播间 就说一句话 好美 昨天也是 是昨天吗 昨天也是 无语 你们知道吗 我今天出去 我们出去吃饭 吃火锅 然后吃着吃着 菜还没上呢 然后 突然看到那个 努彦平 林淑琴 谁呀 我在直播 干什么 我在直播 我在直播 听不到吗 有啥事 我待一两秒钟 你待吧 对 孙允山了 哎呀 我的美颜 刚刚突然一下子 关掉了 行吧 但这不重要 因为我戴了眼镜 然后所以要给自己 开一点美颜 就是碰到了 他们两个来吃饭 然后后来高学艺 也跟他们一块的 然后就想 真是有点巧 你不用了 我不用了 你要干啥 你哪有那么多衣服洗啊 我在这样偶尔准备晾衣服 你上次晾的呢 上次晾的什么上次晾 你上次不是借了我很多衣架吗 对 我又用一些衣 那你上次衣服还没干 干了呀 干了衣架呢 在用啊 干了衣架还在用 对呀 我很多衣服 你是有几百件衣服要洗 我送的衣服都挂上去了 不是这样子的 我挂上去的 你得把衣架还我呀 你借我的衣架去晾你的衣服 晾完之后 你就把你的衣服连着我衣架挂你的衣架上面去了 哪有这 哪有这种人啊 你不怀 我都是把我的衣服从我的衣架上面扒下来 借给你去晒衣服的 那我的衣服 你看 我现在 别理我了 我现在衣服都 都堆在地上 我为了借 我为了借衣架给孙女生 我把我自己的衣服从我的衣架上面扒下来 然后我的衣服现在在地上 结果他借了 我的衣架 洗了衣服 晒干之后挂到他衣架上面去了 现在又来跟我借 你能不能把衣架还给我 你还我一个 你好意思吗 孙女生 高学一 你别在这 帮腔 你快跟我说 孙女生 借衣架不还 天理难容 你在这干嘛的 我劝你赶紧把衣架还给我 你不说我都真的差点忘记 衣架这件事情 说真的 你要是不是今天来问我借衣架的话 我真的可能那个衣架 我就已经彻底的相望于这个世界了 谢谢你让我想起了这件事情 那你帮我把地上衣服挂起来 自己挂 哪有别人帮你挂的道理呀 哪有别人借衣架不还的道理的呀 对 孙女生借衣架不还 真是过分 真是 真是有点 我凭什么给你买呀 那你那件T恤我不还你了 谢谢 你现在这个T恤多好 多适合你 多可爱 等你什么时候把衣架还给我 我再把你T恤还给你 你借了我多少个衣架 我才借你一件T恤 我没洗啊 你可以拿走啊 你现在拿走你自己 谢谢荣波的夜店 什么在哪 等你把衣架还给我再把T恤还给你 我粉丝都看不下去了 录给我送一个夜店 让我们一起谢谢孙女生 你这样都买不起 谁管你 你连这个都不心疼我 你这样对我 你既然买不起 你就拿你的T恤来赎 我好可怜 我好可怜 我T恤都买不起 你给我买一T恤吧 你放屁 你衣柜里那么多T恤 我又好可怜啊 我就那么一件粉色T恤 你知道吗 粉色显黑不适合你 适合我这种白皮 陪伴了我在排练中间任务 他对我有感情 你知不知道那件粉色T恤 在你皮肤 在你身上显得你的 显得你人有多黑 孙女生 如果不是他来介意一下 我真的忘了 我真的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 完全不记得了 高雪宇刚刚飘了什么 大幕完全没看见 完全不记得了 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移架 你没票啊 好吧好吧 原来你一直在潜水 你说孙女生 她是不是不讲道理 她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对 在这点上 我和高雪宇就是非常的赞同 举双手 我们举双手 双脚 高雪宇 怎么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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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可是我 她可是我的好朋友 怎么能这样挑拨我们的关系呢 难道她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谁才17岁 谁 呼 呼 17岁 好吧 高雪宇 我听你的 我跟孙女生绝交 我从现在开始 我再也不会搭理孙女生的任何一句话 就比如说她的T恤我就不会还给她了 你不知道孙女生那件T恤在我身上有多多适合我 那个粉色 我们都玩了 我们都玩了 我们都玩了那么多年了 不是你让我跟她绝交的吗 怎么这样高雪宇 高雪宇 你真是 九曲十八弯啊 你这个肠子 再说了 我说这话不就是为了应付你吗 你真的当真了 我的天哪 天哪 你真的就相信我是这么坏的人 简直是难以置信 我怎么可能跟孙女生绝交了 就为了一件T恤 几个衣架 天哪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我这不是 我这不是 都是为了 应和你的话吗 弯子是她的肠子 九曲十八弯 弯弯肠子 真的是啊 高雪宇 不要跟我玩这一套 我们三个的友谊 坚不可摧 No 我跟你讲 我们三个友谊 坚非常可摧 好吧 你去直播了 好吧 你去直播了 好吧 他们最喜欢听我茶言茶语了 再说了 什么叫做茶言茶语啊 我从来都是茶而不知茶的 我从来不承认我自己茶 可能在你眼里我是有一点吧 但是呢 嗯 这种东西见仁见智的了 我们的感情 我们三个的友谊 我们三个的友谊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薄如禅意 知道吗 有没有觉得非常有文化的 一触即溃 一同就破 是这样的 可能吧 可能吧 但其实在我心里 朋友比什么都重要 吹痰可破 那不是皮肤吗 咱就是说 今天还是给大家讲了 讲了挺多故事的 还给大家看到了 我美颜丢失了一面 但是这不重要 那个叫什么来着 反正都戴着眼镜 妆也脱的差不多了 然后 最近的生活倒是没有什么好分享的 因为感觉最近都过得很无聊 每天都 周而复始 什么过了试用期 什么叫过了试用期 是何为试用期 何为试用期 我真是有点不懂 你眼镜和我的基本一个样 是吗 你的眼镜也这么大吗 这么大的框吗 占了自己脸的三分之一的面积 我想要什么样的去 我想要每天都生活的不一样 当然又感觉 每天生活的一样的也挺好 就是感觉 到这种时候 就比如说我要跟你们聊天的时候 我就觉得 没有话聊了 不知道该聊什么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的生活 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件 几件事情 我每天换一个拍档 我哪有那么多拍档 可供我选择 我哪有那么多拍档 可供我选择 你把我这当成那个全家呢 挑选商品 对 就是又想折腾又不想折腾 每天过得都一样 每天过得都一样 偶尔会突发气象 只要有了多来梦幻想 就无限延长 快乐是与我分享 难过是陪在身旁 踏踏踏的神奇口袋 就能把烦恼遗忘 上船找传说的宝藏 冒险到远方 嘿 后面是什么 不是快乐 看我的任意闻 哦哦哦 多来梦和我一起 让梦想发光 成都有两男的 骑摩托车抢项链 啊 没想到竟然在2022年 还要这种事情发生 我以为都是我小的时候 我小时候跟我妈 我不是成都人吗 然后我小时候 跟我妈走在街上 就有那种飞车的 也不是非常飞车 就是骑那种摩托车 电瓶车 然后直接从我 我妈的耳朵上面 扯耳环 就我妈戴着耳环 直接咔一下 直接给扯下来了 当时我妈的耳朵 就一直流血 我那时候还非常小 我还在上小学 对 非常痛 然后我妈就说 碰到那种飞车档 鬼火档吗 很小的时候 没想到现在还有啊 天呐 抢项链 我去 这也太可怕了吧 对 以前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以为现在法治社会 已经不流行飞车档了 也是 现在已经没什么小偷了 因为大家都已经用 用那个 移动支付了 钱包偷着都没有意义了 所以大家就干脆 偷身上可用的东西 比如说 项链 耳环 耳钉 包包 比如说我的眼镜 我的眼镜 我走在路上 不会有人 流行这个眼镜真漂亮 赶紧给你抢走 应该不会吧 吓人 对 又偷手机的 想偷 那可能是偷不了了 Nono一直都被我 放在家里的 她都很少出门的 Nono Nono 快 Nono 叫你呢 能不能回答一声 Nono 对 确实 出门我还是很注意安全的 对 Nono就是 VH金属前年的 关节 去年年底 在火车上 背包整个被偷走了 啊 这也太惨了吧 你背包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她不理我 我就 我就一直挠她 我挠她 她也不理我 没事了 我不需要被保护 我保护我自己 我可以保护身边的人 我可以保护你们 当然如果你们非要保护我 也可以 现在几点钟 11点半 不知道为啥 就是 呃 我今天 我不是素颜 我 我不是素颜 我戴着眼镜的 我化了妆的 我只是把美瞳摘了 但其实我脸上的妆已经脱得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就是很丑 戴个眼镜 演示一下自己 除了钱包 证件 其他都在里面 啊 天哪 天哪 太惨了 说实话 我没有怎么被偷过东西 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有被偷过东西吗 完了 我的老年痴呆症又上来了 哎 我有被偷过东西吗 赶紧让我想想 哎我 我好像没有被偷过东西吧 耳机 哦 走廊 哦对 走廊的东西 我被偷过 确实确实 我放在走廊 就是 那个叫什么来着 千房万房 家贼男房 我昨天的事 我昨天什么事啊 昨天什么事啊 我昨天干啥 我昨天 没干啥 我昨天晚上煮了火锅 我煮了寿喜 烧 吃了牛肉 我昨天晚上直播 我昨天晚上 我昨天晚上直播了 我说了什么 我说 我说我要把我 肚子上的肉 移植到我的屁股上 对吧 这点我还是记得住的 人生必做的多少 多少多少件事 300 101件事 我记录下来的 这我还是非常记得的 对吧 这件事情还是忘不了的 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 当然是同一个我 不然呢 我被人夺赦了吗 这是我必做的第二条 第一条是 能不帮就不帮 是吗 对 人要学会自私 能不帮忙 就不帮忙 是吗 当然我还是觉得就是 有时候乐于助人一点 挺好的 乐于助人一点 挺好的 就是我们不能觉得别人爱帮忙 是一件坏事 它是好事 但是呢 站在我们自己角度 就比如说我看着我的粉丝们 我希望你们可以多为自己考虑一点 然后 放下助人情节 当然呢 就是 就只是仅仅是说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能帮就帮 不能帮就别逞强 如果不是别 但是如果别人找到你了帮忙 那你还是可能可以考虑考虑帮忙的 如果别人没找你呢 你就别上赶着去帮忙了 我是 我现在是这样 如果别人不找我 我不会上赶着去帮忙 但是如果有人来找我 我会 我还是蛮乐意的 对 不能当冤大头 我以前就给自己定的目标 因为很多人说我很 老好人嘛 我又给自己定目标 我说 我不能当老好人 我不能当老好人 这样看着像老妈子 我说我不 我不当老好人 然后 成功的 做到了 嗯 现在就是 能不帮怎么不保 当然 我觉得说这么绝对 但是现实中 其实你做不到 我帮你干嘛 我看到别人被打 会见义勇为吗 说实话 我觉得我没有这个 见义勇为的资本 第一 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力气 第二 我可能上去帮不到忙 可能反而会 害着我跟他一起被打 我 可能最多就是 招呼身边的人帮忙 就是 解解围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 我光冲上去 我有一颗帮忙的心 但是我冲上去 其实并不能起到实质性作用 可以一起被打 这样至少问心无愧吗 我觉得不行 对 就是 如果能做到 报警啊 或者是 帮忙叫救护车 或者是帮忙叫自己身边的人 就是帮他们解解围之类的 这会儿可能就会有人说 你应该第一时间你就冲上去 你看到有人落水 你就应该第一时间跳下水去救他 那万一你不会游泳呢 你跳下水去救他干嘛 你可能救不上来人 你自己还被淹死了 我觉得不能盲目的去帮人 如果是被被打的是你朋友 他可能想不了那么多 所以就是说呀 理论是一回事 道理是一回事 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这种事情 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直接坐上去可以压死人家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很重 是吗 你是想说我很重 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不起我有点敏感 我可能有点敏感 你是想说 我像一头大象一样 直接可以压死别人的程度吗 我跟你讲 我坐在你 两个我坐在你身上 都压不死你自己 可能说的是他自己 但愿吧 但愿吧 我也希望我不要这么敏感了 但是没办法 我太敏感了 对不起朋友们 当然我不玻璃心 我只是有点敏感 你爱信不信 你不信能怎么办 你能拿我怎么办呢 难不成我真给你表演一个一屁股坐死别人 我干嘛 你不信你就不信了 我还真的把我肚子抛开 给你看看 我肚子里到底有几万粮粉 什么意思 哇 谢谢北极熊出没的皇冠 谢谢你 谢谢你的皇冠 你有没有觉得 我说的很有道理 好吧 虽然可能 不是很通 确实 我跟你讲 很多时候吧 一个人 可能坐到别人身上 压不死 但是呢 这个皇冠 欲带皇冠 必先成其重 这皇冠 抵得上两个我 一定能把人压死 我戴上了北极熊出没的这个皇冠 我跟你讲 压不压得死你 那就是另说 什么事情都不好说的哦 我现在可是超重 是的哦 就是这样子 我不要低头皇冠会掉 我跟你讲 这皇冠就镶在我的头上 根本不可能掉的 是的 来让我们一起感谢北极熊出没的这个超重的皇冠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自重的 英文怎么说heav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heavy crown 是这样读吗 我也不晓得 快忘了 英语快忘完了 谢谢 谢谢北极熊出没 最近在跟teacher留学英语 thank you 因为最近我不是说嘛 我在看那个美剧 然后我就想学一点英语 我就是看到别人 我就会觉得 哎好羡慕他们英语说的那么好 我觉得如果我也能说英语说的像他们本土人一样说的那么好就好了 好的 you are welcome 我英语水平 我高考英语有130多好像 我英语高考成绩很好的 对我英语成绩很好的 我高中是我们英语课代表 我英语成绩一直是我们班上八件 当然我是就只有英语和语文好 我其他科目真的可以说是非常差 尤其是数学 我数学能及格就是已经很厉害了 谢谢凯尔特人总冠军的荧光海 虽然我现在已经很久没做英语 我已经忘的差不多了 而且我们高中英语也是不练口语的 基本上就是做试卷 我做试卷很厉害 我才学一个月这么厉害 不是学一个月这么厉害 我的英语从我初中的时候就很厉害 从我小学的时候就很厉害 一直都很厉害 do you want to communicat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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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want 我是小学的时候 我没有过六级因为我没考 我是小学的时候 当时在我们那个学校 学英语 我觉得英语成绩就非常好 然后后来上初中的时候学英语 我英语成绩也是我们班上都前几名 然后上高中的时候 我英语依旧是我们班上前几名 就真的是做试卷非常好的那种 考试考得非常好 理论上的高材生 但是我口语很差 我其他科目 我说我高考就学一个月 那是因为比如说像数学这种 基本上就属于荒废 没怎么学 还有文宗什么的 这些都是成绩就是一般 一个月相当于是补习 而不是从头到尾开始学 相当于是补习 而且就算在我高考 接近我们最后半年吧 最后一学期 都是在学校里补文化 但我一直都是处于一个 比较不用心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成绩一直都很差 但是在我成绩差的同时 我的英语可以说是一期绝成 一期绝成 一期绝成 我是一考生 虽然我在我们班上成绩是倒数 也不算是倒数吧 倒数前十几 倒数十几 但我英语一直都很好 谁能救救你的数学 这个没有办法 你自己多做点试卷吧 我近视二百多三百多度 你高中班里也倒数 哦 那我们还真是挺巧的 但是当然我没有以我自己倒数 为为荣啊 这就是说咱高考考的还是不错 最后一个月我知道努力 最后高考考的不错 高考在我们班上 还可以吧 因为我们班本来也不是什么尖子班 我高考在我们班上的文化生里面也是算还可以的 我们班就是那种普通班 你考过倒一 你是直播间里最强的 哦你还挺引以为傲的啊 这有什么引以为傲考倒一 你好意思吗啊 你至少得拿个倒数第二吧 你怎么能当你班上成绩最差的 本科率高吗 不高不高不高 本科率不高 我啊 孙女山你别想让我还你的T恤了 我明天我要把你那件T恤穿到烂 穿到破洞 我是什么专业的 你说我大学吗 我是数字媒体 数字媒体设计 嗯 准确的来说 我们那个戏叫视觉传达设计 孙女山根本不想理你 我们在讨论学术知识呢 你想来跟我一起学习吗 其实就是相当于设计 就是美术的一个设计 嗯 对 树没设计 孙女山恼羞成怒了 她说你们竟然在背着我偷偷学习 难道只有我 只有我不学习 孙女山我劝你 多来听听我的直播学习学习 行吗 不要恼羞成怒了 没有用的 你不如趁着现在 你知道吗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 是十年前 然后是现在 啊 学什么 学设计 就是学设计 看我十分钟高考提高了一分 谢谢 你知道吗 你看我这十分钟 已经压倒了你们全省多少多少万人了 你知道这一分有多重要吗 我天哪 你还不可以感谢我 你不给我送个荧光海 我真是对不起我的 我对你的教诲 yes please call me teacher 摩林的荧光海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还学小鱼种呢 我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 我前几年 我去韩国的时候都不用翻译 我现在 已经差不多 快忘完了 韩语 听 可能还是听得懂一些的 只不过就是 比如说 以前会 会一些很 怎么说呢 以前还是比较六的 就只能说 现在就相当于一个初学者 嗯 我现在学韩语 也不是专业的词汇吧 就以前去韩国 没有 不用翻译 就是跟当地人 说一些基本的对话 是没有问题 可能我没有办法说 但是他们跟我巴巴 说一大段 我基本上都能抓住这个词 然后能构思出来 还说了个什么意思 但是现在呢 我看韩语 他巴巴说一大段 我说哎 他在说啥 一个词都抓不住了 我只听到哦哦 什么什么 什么听不懂了 对 亲故呀 你差了 开玩笑了 但是 什么 阿嘎西娃 你说的是什么 我只看到了一个阿嘎西 他说他喜欢我 韩语读还是认字 还是会认的 但是我没有很难跟别人交流了 我之前还有韩国粉丝呢 哎 你别说 那个韩国粉丝 他最近都还一直在给我微博发私信 给我发他在韩国吃 他在他给我发他在韩国吃海底烙的照片 发到我微博私信 我有一个韩国粉丝 就前两天 而且我好几个韩国粉丝去年还来中国中国工作了 然后我经常能在新梦剧院见到他们呢 嗯 对韩国有海底烙的 我没有在韩国吃过海底烙 他前两个月吃的海底烙次数比 别说前两个月我吃海底烙次数为0 可以用啊 私信可以用的 嗯 至少我的私信可以用 海底刀还是蛮国际化的吧 不是说海底烙现在已经不是 已经不是 那个叫什么国企了 是吗 已经是 是哪 新加坡 还是哪里的 已经不属于是 哦不是 已经不属于是中国本土的一个牌子了 好像 本来就不是吗 哦好吧好吧 你在越南吃过好多次海底烙 越南好玩吗 我妈妈去过越南 越南但是我从来没去过 他们去的是那个什么 牙庄 然后上次他们一个阿姨团 然后组团去牙庄旅游 发了好多照片 越南很好玩吗 哦对不是民族企业 对我想说这个词 哎果然还是数度少了 就是咱们应该一直充实自己 简阳不是成都的 哦 现在划分过来应该算成都吧 之前是四川省简阳 是 现在算成都了吗 我不晓得 简阳已经算了 哦对我们就在说 我说我们就说哎 简阳人 修了个机场 一月从四川省简阳市 一月变成了成都市了 然后就说挺好的 当然我没有 我没有那种 因为我是成都人 就觉得别的地方怎么样的意思 就我身边的亲戚 他们就会这样说 说哎 你说那么简阳人多幸福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早就划过来了 这我就不太清楚 我都是听我们家长在聊天 主要是我也很久没有 很久没有回成都了 主要简阳那个机场 真不错 我从简阳那个机场回家 非常方便 而且 机票都老便宜了 我想谁是简阳的 嗯 马玉玲是不是简阳的 我记得马玉玲好像是简阳的 简阳那边 比较出名的是 羊肉汤 比较出名的是羊肉 简阳的羊肉很好吃 虽然我不吃羊肉 但是简阳的羊肉很好吃 一直想去四川 那你可以 找机会去一次 四川还是 还是比较 嗯 适合 居住的 我是四川成都的 双流更方便 对 我家就是双流的 我是 我们 嗯 我的户口本上面是双流 但是其实我家现在不属于双流馆了 划分到了另一个区 对 双流比较出名的就是老妈兔头 老妈蹄花 双流 还有什么 双流 白加肥肠粉 双流 太平的琵琶 哎呀不 我也不知道老妈是谁 之前我从家回去的时候 我还给他们带兔头呢 虽然我自己都不吃 我不吃兔头 我家现在只是属于是双流吧 口音吗 我 我不知道我什么口音 我没什么四川口音 但是我普通话也不标准 呃 我说不清楚 哪的口音都有 反内卷低层 有吗 好像说成都的上班族还是很卷的 我一听就是国际 我想有点坏女人的口音 真的假的 这都被你听出来 可算是你的耳朵 听力有点好 我有个 有个别几个词会有一点点四川味 其实还好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受身边将这后人影响 我现在有点分不清楚前鼻孕后鼻孕了 我以前非常说话非常的分得清楚 我那天出门我竟然说 我说今天外面好大的风 然后别说好大的风是什么 我说好大的风 我口音经常受别人影响的 小时候是说风 风就完全是风 F-O-N-G 后来去了北京之后 我觉得我应该练练普通话 我就一直说的是吹风 风 风 F-E-N-G 然后现在是F-E-N 我现在说话是F-E-N 从F-O-N-G变成F-E-N-G变成F-E-N 我说外面在吹风 谢谢大家的笨滴 打吃鸡吃 哎快看到有个笨笨 身边江浙户人太多了 江浙户方言是风吗 然后我不知道 我看他们就是说那种 比如说朋友 他们说我有一个朋友 然后说 干什么 反正就是F-E-N-G 风这个读法 风吹风 好怪啊 吹风吹风 应该是吹风 吹风吹风 乐山慢点 什么叫乐山慢点就懂了 就是乐山话读慢一点就能听懂 什么吹风 普通话是风 我口音很奇怪 我口音很奇怪 没有后鼻音像长沙的口音 不是吧 长沙的口音难道不是主要是语调的问题吗 就是 哎呀不是的 就是他他是那个样子的 就是他说话就拖的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我学不清楚 长沙主要是语调的问题吧 湖南人 庆节有时候说话会有一点湖南的感觉 然后 嗯 叉子还好 叉子不是很有湖南的感觉 韩家乐就 我听不出来他是哪的 哪的语言 谢谢巧克力 就蛮神奇的 华如的普通话不错 因为他台词要学 我根本不需要去别人问别人请教 我普通话很差吗 啊 我普通话一点都不差 我还需要向别人去学习 我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 你是不是有点低估我了 金罗赛啊 他就是啊 他绍兴的 他说就我有一个朋友 你二家 那你牛你牛 我没有考过普通话等级 我跟你我跟你说 四是四十是十 十四是十四 四十是四十 我在团队不说四川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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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 我现在说四川话很别扭 红里鱼鱼 绿里鱼鱼 就是我们 今天我们出去吃火锅的时候嘛 然后我不是在调 调那个占碟 然后空那他就 用了成都的方式嘛 就香油加蠔油加什么 小葱香菜小米辣这种的 但我就不一样 我酱油醋小葱香菜小米辣 我不加香油 然后空那就说 哎你这个成都人 吃火锅吃的不正宗哦 他说他说 哎你整个火锅地点 不得心哦 他就是四川话说 然后我说 我说 哎呀这是我直接都床了 然后我说完之后 我还心虚 我说 我好心虚啊 我心虚啥 因为我怕我四川话不标准 我心想啊 我一个土生土长成都人 我现在在这儿害怕 我四川话不标准 都说得我都没底气了 清语文的川普 确实他 就是几年如一日的 就是一直从北京到上海 都一直都是他这个川普的口音 清语文的普通话 嗯 非常有特色 我们对就我们三个四川人啊 我扣纳清语文 但我们三个基本上都属于成都人 我们三个家都在成都 N2川普 确实 吃火锅 我提到为什么要放醋 嗯 这是我比较习惯的 因为我觉得 吃火锅放点醋能解腻 不然光吃土豆配香油的话 有点太油了 我受不了 我觉得哪个成都成员 普通话最好 怀景啊 怀景普通话好啊 我们对应该是怀景普通话最好 然后老刘普通话也好 但是老刘他说话 会有一点点口音 比如说经常有什么儿话音啥的 就怀景普通话很标准 嗯 基本上北方人普通话都挺标准的吧 对啊 怀景 老刘 普通话都挺标准的 小包 说实话 最开始他们跟我说小包 小包 是河南人 我知道他是河南人 但是我觉得他河南 一直让我觉得他是北京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 说北京话说的太浓了 他的那个精味太浓了 他说普通话一听就感觉是 对一听就感觉是北京人在说普通话 应该是老家是河南的 我也没问过他 就应该是老家是河南 但从小在北京长大 这样 对小包说话就非常的北京味 而且小你们没有发现小包唱歌也是北京味唱歌的时候那个咬字一听 就哎呦一听就是北方人 跟南方人还是蛮不一样的 南城 南城在哪边 南方人说话像含着口水 我以前说话就非常南方 我以前 我刚进团的时候吧 我说话一听就是个南方人 因为我说话我不会 比如说我说话 我不会说我说话 我会说我说话 我说说话 而不是说话 你们能听出吗 就是我是我是流弦 我会这样说我是流弦 而不是我是流弦 就不一样 反正这二人普通话挺好 北方人普通话都挺好的 就是四四四 我不会说四四四 我会说四四四十四十十四四十四 然后就有点像台湾像那样 你先去开会 那你去吧 你老师甚至问你是不是北京人 那你是哪人 对四川话 就是有时候别人会觉得 你是不是在说台湾像很嗲 但其实不是 我们今天怎么聊 一直在聊口音啊 好奇怪啊 为什么说我是N2梁非凡 怎么了 是因为我每天都问你有没有 好吧 梁非凡 四川话说话不像台湾 不像台湾啊 就是有些咬字 咬字咬字的问题 说普通话 我来段音语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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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boat Gentle Low your boat 我想今天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被Tacher留给影响了 今天怀景 我们不是一直在唱这个吗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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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boat 然后怀景 谢谢宝宝 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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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然后怀景突然来段标准的 Low Row Row your boat Gentle 然后他突然来个Gentle 我说怀景 你这个Gentle 就很有TacherLiu的感觉 就很地道阳朔 英语 口音 对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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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boat Gentle 这里就已经刻入DNA了 我今天吃的不是海底了 这就是其其他的一个火锅 这首歌你去网上搜啊 你去往抖音上面搜 Teacher Liu TeacherLiu 刘涛 你去搜刘涛 这首歌超级火的 小学课本里学过吗 啊我怎么没有学过 我们小学课本学的是什么 我们小学 我们学英语 我小学我已经不记得 我小学学英语唱什么歌了 嗯 初中 初中高中 高中学的英语歌 就是黑猪的黑猪 don't make it bad 哦我们没吃歌老关 然后进团之后学过两首英语 一首歌是baby 对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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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 gentleman 对啊 baby啊 I know you love me 这是那首歌啊 就敬团的时候学过两首英文歌 敬团之后唱过的这两首英文歌 其余的就没什么印象 学过也没什么印象了 什么小鳄鱼之歌 小鳄鱼之歌 这个真的能在平台上面唱吗 很奇怪 朋友们12点了 我觉得我应该得下播了 你们觉得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他唱的那场你在 啊他真的唱了 really 我不信 我就要走 我就要走 我在外面 我当然没在外面 我在家呢 我在中心呢 谢谢K02的生日礼物 第一次去西蒙娟听到这个 采访一下你什么感受 我会小鳄鱼之歌是不是那个 东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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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前奏 什么很爪又酷酷的 我记得这个歌词了就很厉害 我记得这个歌词了就很厉害 我为什么要说静语啊 我为什么要说静语啊 我为什么要说静语 我为什么要我为什么要说静语 在座有很多人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吗 啊也不是啊 很多人都是我的哥哥姐姐吗 也不是 为什么要说静语 应该是你们 我们中国人不不不搞那套 行吗 印第安语拜拜咋说 我不晓得 你自己去问吧 好了朋友们 我要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谁跟你说我粉丝是老男人的 啊 我跟你讲你这么说我粉丝 我粉丝 都会觉得无语 当然不是说老男人不好 而是我粉丝咋就变成老男人了啊 我粉丝咋就变成老男人了 我跟你讲你真的是很转悠酷酷的 我觉得你很有毛病 对呀高笑呢 老男人 我不懂 你真的是把我粉丝给惹毛了 我建议你赶紧给我送一个荧光海 好了朋友们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谢谢想变成超人的荧光棒 拜拜 走了早点休息哟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英雄光棒 拜拜 拜拜 走了走了走了 拜拜 朋友们晚安 三二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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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